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在課程開始之前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在座各位 曾幾何時 我們到了海參館 我們看到很多的 就是巡授師 那為什麼他有能力 讓海豚表演這樣子的活動呢 那也許有的人會覺得說 他們是訓練有素 他當然可以做得出來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海豚為了要取悅觀眾 那這樣子呢 帶來一些歡樂 讓整個遊樂園可以賺到錢 那當然也許有的人會覺得說 如果我是那一個海豚 那我可能是為了 當我正確的展現了一些活動之後 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東西 就是那個小魚 對吧 那另外呢 也許海豚他會比較接近人性 另外一件事情 不知道在座各位 曾幾何時 你有沒有看過有一部經典的動畫 叫做花木蘭 我最喜歡舉這個例子 為什麼呢 因為花木蘭他其中 曾幾何時 有一幕 他是要讓他的小狗 來幫他餵雞 他不用對小狗小語大意喔 他只要跟小狗講說 那這個時候 那我在你前面綁一個骨頭 那那個骨頭是小狗想要的喔 那接下來呢 花木蘭把飼料袋綁在狗的身上 然後在飼料袋裡面戳破幾個洞 那小狗呢 就在圓子裡面 他因為要吃到前面的骨頭 就距離自己那麼接近 那這個時候呢 他在圓子裡面跑啊跑 把飼料撒得很齊全 那所以花木蘭不用對小狗小語大意 不用跟他講說 你這麼奔跑 是幫我來餵雞 雞長大了之後 那我就會有水族的雞肉 會做給你享用 不用跟他講這麼多 他只要知道小狗心中所想要的 就是那一個可愛的骨頭 那小狗就會好傻好天真 就在圓子裡面這樣跑 所以我們要說的一件事情就是激勵 那也許你要對方跟你一起想一想 那或者是對他小語大意 也許可以 那另外一個更神奇的魔力呢 就是我們也許不用太跟他講太多 那但是呢 我們可以知道他要的是些什麼 那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第二個問題 就要來請教在座各位了 乘起何時 為了你的公司 為了你的企業 為了你的家庭 為了你的未來 你為什麼要燃燒你的小宇宙 那燃燒你的小宇宙 它的動機究竟是什麼 因為我們常說的一件事情 很多時候在管理的角度裡面 他會去思考動機帶來的影響 因為只要你動機明確 你就有燃料 你就會拼命往前衝 你就不會累 那另外呢 很多我們提到了福利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大家看的都一樣呢 那其實不一定喔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把眼睛閉起來 門心想一想 那公司提供給你的福利 你最喜歡的前三名是什麼 那接下來 再把你最不喜歡的福利 前三名是什麼 那或者說 也許我們不要提那麼多 你最喜歡的福利 跟最不喜歡的福利 究竟是什麼 前一陣子 有人就在上網 上網一個留言 來問問看大家 請問你喜歡參加尾牙嗎 那結果有一些 有一些網友非常有才 他就覺得說 當然喜歡啊 尾牙是可以跟同事一起吃飯 一起聊天 那可以抽獎 可以拿一些獎品 他當然喜歡 當然期待啊 但是對於有些人 他也留言說 他雖然期待 但是如果可以換成現金 那對於他來講 可能會更喜歡 因為他一想到要尾牙 他可能三天就睡不著 三天就睡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他想著 我要表演的東西是什麼 那所以也許 有的人對同樣一件事情 帶來神奇的魔力 可能就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們今天 就會跟各位來聊一聊 福利跟激勵 究竟它的定義是什麼 那接著 來跟各位提到福利的類型 還有會來跟各位補充 有一些激勵理論 我們的十大理論 十全武功是什麼 那當然有一部分呢 我們已經在前一個講次 有分享過了 那今天我們就會聚焦在 還沒跟各位分享的 一些激勵理論裡面 那並且也來看看 我們在現行的社會當中 我們常見的一些激勵方案 分別會是什麼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跟各位來分享 第一件事情 那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有工作的能量 那工作能量來自於哪裡 就是必須要得到有效的誘因 簡單來說 吸引你往前走的力量 究竟在哪裡 我常講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以前 就是很多同學 他們有幫他想像 鄭鋒 你怎麼可能會去念博士 你怎麼可能會取得博士學位呢 因為在以前當中 他的認知裡面 他覺得鄭鋒又喜歡玩 又不喜歡念書 那這樣子的同學 怎麼會是班上拿到 博士學會的呢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很多人也許會問我原因 但是呢 我都會跟同學們說 那首先第一個 我的想法裡面 第一件事情 沒有比念書 念書更輕鬆的工作 對嗎 因為你想想看 你當你在大學念書的時候 那當你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你的課不是從早上 八點到晚上 到下午五點 你中間是會有空堂的 你是可以有選擇做其他事情的 甚至有一些大學生的浪漫 今天幾點睡 看明天幾點有課 那而且呢 有一些課程 你當然你可以專心的聽 那有些課程 你就可以比較放輕鬆的聽 那但是你在工作裡面 要兢兢業業的 所以第一件 我當初的第一個考量是 沒有比念書更輕鬆的工作 雖然我也不喜歡念書 另外第二件事情 最主要的核心 當然以前念書 也會覺得不喜歡 有那麼多的考試 要背那麼多的東西 但是呢 後來為什麼會比較心甘情願呢 因為我在數十班 遇到我現在的太太 我一看 哇大美女 那回家照了鏡子 憑什麼 這隻野獸要怎麼追到人家 那所以呢 我當初就覺得說 也許追到我太太的方式 有很多種 其中有一種 如果我可以說服她的家人 讓我的太太 未來我的工作拿到的待遇 至少我們三餐溫飽沒有問題 那櫻瓜第二件事情 要怎麼讓這一頭野獸 有機會可以追到美女 我覺得取得博士學位 也許是一個方法 那所以在念書的過程裡面 當然我會覺得 哇 在博士班也是很辛苦 有老師也是很嚴格 那當然非常感謝老師們的 對我們的嚴格 讓我們培育的相對的能量 那這個也在我這個過程當中 那我會覺得說 我找到我的燃料 那一個就是吸引我往前走的 神奇的吸引力 就是我要 我這頭野獸要追到美女 所以每一個人作證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去找到 吸你的部分是什麼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也聽過有師傢們告訴我們 有時候要說服自己 因為人是一個很神奇的動物 人呢跟別人講道理 是非常簡單的 但是呢 乘起何時 我們能不能跟自己講講道理 幫自己找到 推自己往前進的那一個燃料 究竟在哪裡 這個就是所謂的誘因 那所以呢 組織應該要具體的掌握 員工的喜好 知道員工要些什麼 那並且呢 建立相對的激勵的機制 因為我們常說 任何的激勵 我們的聚焦是在員工啊 你不用對機器激勵 不用跟你的車子講道理說 跟他講說 現在油價那麼貴 能不能省油一點 不用這樣跟他講 那但是我們對於人 我們當然就要建立有效的激勵 那讓他產生了動力 動力轉化成績效 績效推動企業往前進 那所以呢 我們在探討福利跟激勵的部分 那當然就要讓員工 建構讓員工可以滿意的一些福利措施 那這個可以強化 員工對組織的支持 因為你想想看喔 當然我相信很多人 他樂於當志工 那很開心的可以幫助別人 因為他可以得到一種自我的回饋 那當然是呢 如果公司的福利完整的話 那當然這個時候呢 很多時候即使組織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都會竭盡所能的 為組織做到做到好做到更好 甚至解決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困難 那什麼叫做福利呢 其實他跟薪資酬勞很竭盡 他是除了薪酬跟獎勵以外 那組織給予員工的一些額外的優惠 額外的給付 那當然這個對員工來講 是員工潛在可能會喜歡的 包含說像退休金 像遣散費 像員工的福利的基金 那另外呢 當然他也會提供有其他的一些報酬的方案 比如說有薪的假期 就是你放假也可以領薪水 那另外第二個 就是包含像健康的保險 或退休的福利計畫等等 好那所以我們一般我們在探討 就是我們今天要吸引住 你不可以要求對方一定要留在你的企業裡面 因為我們常說的一件事情 印栽的水果不會甜 那所以呢 有的時候一定要讓勞資雙方 他們有共同的一個默契 那所以這個時候要怎麼吸引對方留下來呢 要提供的 當然是競爭對手不容易學 想學也學不好的 那這些激勵的措施來吸引各路英雄的好漢 那並且呢要能夠有效的激勵 那最主要呢留住員工 那所以所謂的激勵 如果我們要把它具體的定義呢 其實就是讓我們動起來的核心能力 那個動力的來源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發現 當你今天你非常的有動力來源的時候 可能三天三夜費錢忘食 那問題是有的時候如果你的動力不足 你會發現每一分一秒都是一種煎熬 對嗎 那另外呢 組織也要鼓勵員工來追求卓越績效 那這個時候所應該要提供的一些報酬 那還有只要能夠任何可以激勵員工的行為 跟決策的東西 都可以把它稱之為激勵 所以有的人他要的是錢 有的人要的是地位 有的人要的是空間 那有的人要的是距離 每一個人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所以你要知道對方要些什麼 所以就像在座各位 我們常說的一件事情 管理對我的貢獻呢 就是讓我的生活可以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面對友情 愛情跟親情 你要怎麼去經營 要怎麼送禮送到新坎裡 那同樣的在激勵的過程裡面 你要怎麼知道每一個員工 他們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在針對激勵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首先來探討福利有哪一些主要的類型 我們可能之前有的人洋洋沙沙寫了很多 有些企業有 有些企業沒有 有些企業做得很好 那有些企業符合法律的規範 包含有心休息的福利 那還有保險的福利 還有退休 退休的福利 那另外提供員工個人的一些服務 或家庭的福利 這些員工服務的部分 那還有根據法律規範 基於法律保障的法定福利 那還有彈性跟特殊的福利的部分 我們就逐步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首先第一個 有心休假的福利 那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今天如果 你今天只是一個兼職的工作 那我做了幾個小時領多少的時間 這是非常合理的 那如果是一個全職的工作 他當然就保障 我們今天遇到了國定假日 我們今天遇到了 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修補假 那修假的過程裡面 那這個時候也會支領到的一些費用 那還有包含像有一些失業的保險 或者是病假或離職的一些給付等等 那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保險 那保險的福利包含像 有的時候因公受傷 那因公受傷 我相信沒有人樂於看到 但是一旦發生了 那這個時候企業 他必須要提供一些補償 那或者是一些人受險 或者是住院醫療商產的一些保險 那另外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關注 你究竟幾歲要退休 那你退休之後 要夠什麼樣的生活 有的人覺得說 退休金自己賺 所以像我們有的朋友 三十來歲就退休了 而且現在過得很開心 很愜意的生活 那我當然站在他的朋友的立場 我非常的為他感到開心 那再說各位 我們人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總是有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我們退休呢 要如何在退休生活當中 生活有品質 生活有品味 那過得也得到了一份尊重 那這個時候退休福利 當然對有些人來講 就會比較重要了 因為隨著現在醫療的進步 其實我們退休之後 我們的路還很遙遠 那所以呢 退休的福利 他指的就是員工退休之後 組織所提供的一些報酬 那這裡面呢 當然有包含退休 福利退休金的計畫 還有貢獻退休金的計畫 那另外呢 針對員工個別服務的部分 那包含有的時候呢 提供一些法律的諮商 法律的服務 我們當然都希望 人呢 有的人常說 哎呀生不入壓門 死不入地獄 我們能不 每一個人都盡量避免 有一些法律的糾紛 但是呢 有的時候法律 他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權利在哪裡 那所以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企業他可能會為員工 也許遇到了一些糾紛 他可以提供一些協助 那或者說 可以讓員工知道自己的權限在哪裡 另外第二個顧問 他可能提供一些顧問 也許在包含很多的諮商 或者說在理財各方面 提供給員工一些相關的一些服務 那或者說呢 提供一些社交或娛樂的一些活動等等 這是針對個人服務的部分 那針對家庭福利的部分 當然有包含兒童照顧的一些補助 那還有就是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個人如果不要有 心無掛礙 你不用擔心自己的小朋友 不用擔心家裡的長輩 那這樣工作會更投入一點 那所以呢 對孩童的照顧 還有對長輩的照顧 或者是教育的補助等等 那這個也是家庭的福利的部分 那還有針對主管 你身為主管 你這麼辛苦 你肩膀扛了這麼重的擔子 那這個時候當然主管的津貼裡面 有很多元 比如說有的時候可能會配公務車 你都已經這麼辛苦了 那就是這個時候 由公務車或者是司機來幫你開車 讓你降低周車勞頓的辛勞 那還有針對法定的福利的部分 那就是每一個國家都會立法來保障 員工的一些相關的福利 舉例來說 我們的勞基法第五十三到五十八條 他這裡就有保障員工退休 應該享有的一些權限 他的相對的給付的標準 那五十九條到六十三條 他就來保障員工職業災害的一些補償 那這個都是每一個員工應該享有的福利 也是組織對員工應盡的責任 那接下來還有就是彈性的福利 我們常說的一件事情 請問在座各位 你從小挑不挑死呢 我相信在座各位應該不會挑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很多人沒有辦法解釋 有的人覺得香菜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香菜你今天吃了一些特定的料理 如果沒加了香菜就少了一味 可是有的人就天生聞到香菜的味道 他受不了 那有的人呢 他覺得香腸是一個多棒的料理 但是有的人一樣看到香腸 就沒有辦法接受他的味道 那有的人覺得鳳爪 鳳爪是一件很棒的夜市小吃 可是有的人看到鳳爪 就感覺起來好像看到什麼東西 就會覺得心裡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我們要說的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時候東西好不好 那或者是制度好不好 那會因人而異 所以這個時候能不能產生一種現象 這不是強制你每一條都要接受 而是讓你有一個選擇的權利呢 所以有一個福利叫彈性福利 它這裡面呢 就是讓員工有像我們到自助餐 我今天想要吃雞腿 我想要吃豬排 我想要吃青菜 那我可以自己挑 讓員工他可以有選擇 他自己的空間 來決定他所應該享受的一些福利內容 還有福利支應的方式 那包含說像有的人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今天要直接拿到錢 我要直接的報酬 那或者說有的人會彈性的開支帳戶 那或者說有的人會選擇彈性公時 為什麼彈性公時特別的重要呢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發現 很多時候如果大家都在同樣的上班時段 同樣的下班時段 那就會有交通的問題 他的巔峰期簡單來說 翻成白號塞車 那如果這個時候可以讓你有彈性公時呢 因為有的人喜歡月亮 我可能白天起不來 那你這個時候晚一點上班 那我晚一點下班 我一天一樣工作的時數呢 一樣是八小時 那這個對有些人來講 他是開心的 那另外呢 也當然還有包含一些特殊的福利 舉例來說 像有一些折扣啊 還有一些參數啊等等 那接著呢 有另外一件有趣的調查 就是有一些人力銀行 他們都會調查 你最喜歡的跟你最不喜歡的 那所以呢 他們就針對上班族 上班族呢 他們覺得最喜歡的福利 前六名 我們來看看各位認同嗎 那第一個 企業要公餐 你就不用再去想中午吃什麼 那企業就有提供餐店 那另外第二個 員工的免費的健康檢查 你可以不用再擔心 自己這樣子爆肝的工作 自己的肝還好嗎 因為肝是 肝是沒有聲音的器官耶 那他好不好 要意思說的算 那第三名 叫彈性上下班 這樣才能夠接送小孩啊 因為現在很多很多人 都是雙心的家庭 那小朋友 你沒有辦法 就直接叫他拿著悠遊卡 自己搭公車吧 會有點小小擔心 那第四名呢 叫生日的禮經 別人記得你的生日 其實有時候我們聽過 以前我在當兵的時候 聽過長官告訴我 其實生日的時候呢 應該有的時候 找個時間撥個電話 回家給媽媽 跟媽媽講說 謝謝媽媽的辛苦 因為生日呢 叫做母難日 那所以我們有時候 遇到生日的時候 我會跟我媽媽講說 媽媽特別辛苦 那另外呢 當然還有優於法規的一些 防疫照顧架 可以讓自己心無怪愛的 在家裡面照顧 可能照顧自己 照顧自己的家人 那另外呢 第六名叫分紅配股 那這個是上班族的最愛 那在座各位 這六項當中 有沒有哪一點是你認同的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探討 激勵理論的實權武功 那當然 他有針對內容觀點 有針對程序觀點 有針對強化的觀點 那針對內容觀點 當然就是著重在需求的內涵 所以他有三個基本的假說 第一個呢 凡事事出必有因 我們會怎麼做 我們的行為都是有原因的 第二個都是有目標導向的 第三個都是因為後面有動機 在推著我們往前走的 所以他裡面常見的呢 就是有需求成績 我們提過了 兩因子我們提過了 還有三需求 ERG跟承收理論 那首先呢 我們來探討就是三需求的理論 那三需求理論 他提出來的主要的 他認為說 他來修正馬斯洛需求成績 他覺得說 馬斯洛告訴我們一樓二樓三樓 我逐步往前走 可是呢 我今天我如果吃不飽 穿不奶 我可不可以希望 這個時候我也有朋友呢 我也享受我的人權呢 所以呢 三需求理論 他認為說 人會有三個核心的需求 第一個叫做成就 我希望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成就 那另外第二個 我的權利需求 其實我希望可以影響別人的 就是所謂的什麼空 那第三個就是隸屬 愛的需求 友情的需求 所以他認為說 這三個應該是共同存在的 所以他覺得說 這樣子就可能 我們不需要先去關注 吃飽穿軟之後 才有朋友 也不用關注 吃飽穿軟之後 那才有所謂的成就 應該要同時間並存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ERG 那ERG呢 他一樣他認為說 一樣人應該關注的 有三項的需求 一個叫做存在 一個叫做關係 一個叫做成長 而且他也覺得說 這個應該要同時存在 那並且呢 對需求會有挫折跟退化的效果 那另外呢 比較值得一提的就是 請問在座各位 你自己覺得你夠成熟嗎 你有多成熟呢 那這個是由ERG大學 他們所提出來的 他們認為說 我們用七個尺規七把尺 來判斷一下 究竟我是屬於成熟的一群 還是我是屬於相對的比較 不是那麼成熟的一群呢 那這個就會讓我們 如果站在一個組織管理的思維裡面 就要來看待 那組織績效 究竟為什麼會出現問題 那是不是在這七個尺規當中 哪一個地方出現了該改善的空間 第一把尺 叫主動跟被動 那通常來講 如果你是一個 我相信在座各位 都是屬於積極主動的 但是有的人他可能會被動 被動希望別人來告訴他些什麼 那所以他這一把尺呢 一樣從左端到右端 他是一個連續帶 那你如果我是一個極度的被動 那我就可能屬於 比較不成熟的一群 那我如果是一個極度的主動 那我就屬於成熟的那一群 那第二把尺呢 就是依賴跟獨立 有的人呢 他依賴別人來幫他做點事情 那有的人呢 他會相對的 他會覺得說 我的未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我喜歡獨立做事情 我們只能說 沒有絕對的好 沒有絕對的差 如果你找到了 你是屬於依賴的人 但是呢 你找到了一個 願意讓你依賴的人 那其實基本上 何樂而不為 對吧 那另外呢 還有第三把詞 叫少數的 少數方式的行為 跟你多元的行為 那這個為什麼分為成熟 不成熟跟成熟呢 因為對有些人來講 他可能我就行走江湖 我就只有一套武功 那我只會做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 對有些人來講 因為他長知識 長智慧 他斜槓的人生 他得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知道說 哎呀 條條大路通羅馬 我知道到羅馬 不是只有一條路 我知道很多條大路 所以他的行事風格 就會比較多元了 那另外呢 另外一把詞 就是針對興趣的部分 有的人的興趣呢 他是善變的 膚淺的 三分鐘熱度 一下就轉變了 那有的人的興趣呢 他是執著的 他是持久的 那另外一把詞呢 是我今天我的視野 是比較短視經歷呢 還是我是屬於比較前瞻性的思維呢 這是另外一把詞 那另外第六把詞呢 是順從的地位 跟平等或支配的定位 有的人喜歡聽別人說 那有的人呢 喜歡告訴別人 那最後呢 就是對自我體認 自我體認 你覺得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那而且呢 比較直接一提的是 你能不能自我做好 所謂的自我控制 那有的人 有的人他覺得說 我是一個自控能力 非常好的人啊 你都是一個非常有條理啊 真的嗎 我們請問一下在座各位 曾起何時 你有沒有覺得說 哎呀你應該早點睡 不應該每天 日復一日的每天起不來 晚上睡不著 但是呢你今天睡過頭 你下定決心 一定要早點睡 明天早點起 早睡早起睡美容覺 那但是呢 會不會你又醒在晚上的清晨 一點半呢 我相信有的時候可能會喔 另外有的人他可能就 就覺得說 哎呀我應該克制自己 我應該節制 我要減肥 那問題是 當你晚上看到了美食節目 聞到了飄香味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不會把你的手機打開 會不會或者會不會走到樓下去 買點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相信可能也會喔 但是我相信在座各位 你都可以自我控制非常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進入到程序的觀點 那程序觀點裡面呢 他強調是需求被啟發的過程 所以裡面包含了我們前一個講次 分享過的期望跟公平 那今天我們來聊一聊目標設定理論 那目標設定理論呢 他強調我們透過明確具挑戰性 而且回饋性的目標 那這個我們對於績效有顯著的影響 其實簡單來說 我們要設定什麼樣的目標呢 對員工他覺得最有努力 努力最有機會可以達到 就是有一點難都不會太難 而且呢你想要去試試看的 如果今天設的比天還要高 開什麼玩笑 我怎麼可能做得到 不可能啊 但如果設定在 你不用判你的腦袋刮 判你的膝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這個對你來講 可能也算是有一點點不尊重 對嗎 那並且呢他這裡也強調是 員工他必須要建立在獨立還有主動 所以讓員工共同來參與 我們的目標要準備來設定 而且這個目標的設定呢 對他來講是具有挑戰性的 那另外呢我們來看一下 強化的觀點 就是外在增強的部分 那強化觀點呢 當然他裡面的主要的理論 有強化增強理論 還有所謂的認知評價理論 他的增強理論呢 是由斯基納他提出來 他做了一些動物的小實驗 其實他的實驗呢 各位可能聽過 有貓的實驗 有小老鼠的實驗 他就來決定說 哎呀貓究竟會不會學乖 學到有所成長 他發現都可以耶 那他得到了四個基本主要的假設 認為說個體可能都是消極被動 那並且呢 他覺得說並不是全部的行為 不是源自於需求跟目標 還有呢他覺得說 但是一定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的知識長知識 是建立在自己的汗水或淚水下的成長 所以透過了過去的行為跟經驗 配對而成 那你知道該怎麼做 那並且呢 他這裡面可能會比較忽視 內心當中的一些感受 態度跟期望等等 那所以呢他就覺得說 怎麼鼓勵好的行為呢 那就是所謂的正面增強 當他做到些什麼的時候 給他他想要的 所以你想想看 當你今天全勤了額外一批獎金 開心啊 當你今天考了一百分 那得到了一些禮物快樂啊 那還有要怎麼鼓勵好的行為呢 就是他原本應該受到的處分撤銷了 所以這個叫負面增強 那另外呢 就是有些時候 可能我們今天要講 懲罰不當的行為 就當他遇到了特殊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他原本想要的 我們把他拿走了 所以比如說像有的人 如果一旦有違規的情況 那原本的獎項就被拿走了 那有的人呢 他可能因為出現了不好的行為 就得到了應該有的結果 比如說像有的人曠子很久 那就被隔圓了 那其他的概念呢 我們在後續的講師當中 也會跟各位提到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內容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見 謝謝各位